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数240万 平均一起48万 如果按照这样的平均数计算 99体侵犯肖像权的案件 可能获赔4700余万 有网友感慨 范冰冰赚钱也太容易了 这连大也太值钱了 但是不是每一个被起诉的商家都服气 一审结果 有的商家甚至向范冰冰提起了板素 而且板素理由 听起来貌素很合理 怎么证明照片使用的肖像是范冰冰 让范冰冰本人来比较一下 看是不是她本人 让范冰冰看身份证来 看是不是和身份证照片一样 这反素理由 听上去貌似有点合理 但仔细意想相当其他 这不就是证明自己是自己吗 就算整容了 以前的照片也是自己的肖像 商家关于范冰冰本人在身份证 的要求让人哭笑不得 该商家还把锅甩给百度 称实用的照片肖像是通过百度搜到的 真的让人一笑大方 其实不必范冰冰亲自到现场演出 明星的肖像卷在媒体 电视 网络 均有体现 法庭规矩此作出公正判决 当然 最主要的一条就是看 使用明星肖像权的一方 是否引力为目的 二审法官也驳毁了该商家的其他反素 为止原判 生活如戏 全靠演技 生活如花 太多其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